疫情三年终于快接近尾声了 在这期间呢 很多喜欢日潮的朋友都有和我聊到 想来日本买买买 银座 元素 色谷 表参道 在这三年期间呢 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我作为一个在东京 带了快有七年的up主 在即将到来的出国旅游热潮前 想为大家提供一个 2023年的最新版的东京元素购物攻略 视频里的路线呢 也是我自己平时会走的 这次会以地图的形式 让大家更加方便去理解 避免走弯路 本期视频的路线是经典购物路线 从元素车站下车一路逛到自古 由于店铺较多 一天之内可能逛不完 请大家酌情的参考本视频 角力比较好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试着用一天时间来逛完这条路线 周边的表参道 南京山 中路黑 戴观山等等 就等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了 话不多说 由于日本的店铺一般都是早上11点才开始营业 所以建议大家11点左右就来到这边的JR元素车站 从最著名的竹下口出来 不出意外的话就能看到人山人海的竹下通 旁边呢就是日本著名的足球用品店CAMO 一共有5层 球迷朋友们可以顺路进去拽一下 我就不详细说了 虽然人很多 但这边还是建议感受一下元素的气氛 可以随着人流穿过竹下通 不过切记 千万不要被沿路的黑哥哥拉进他们的店购物 只顾往前走就可以了 到了出口 映入眼帘的是New Balance全球最大的基建店 一楼主要是新品和日本限定 三楼则是英美产的男鞋 New Balance鞋粉一定不能错过这家店 从店里出来 向右走会遇到一个二叉路口 这时靠左沿着大马路一直往前走 这边就是著名的Beams一条街了 有主打修行风格的Beams主线 女装支线的Beams Boy 复古 身装的Beams Plus 当然作为一个选品店品牌 最高端支线的International Gallery也在这边 Color M.A.S.U. Rav Simmons 马吉拉 应有尽有 Beams一条街逛到底 就可以看到这个步行天桥 接着沿着右边的路继续往前走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了元素比较偏僻的北部位置了 首先第一家印入野莲的就是这家美式冰铁铁的机身店 Homming Birds 皮鞋 皮衣 牛仔 刺刺 甚至银饰都可以找到 接着往前走 右手边是日本复古眼镜品牌Digna 它们家是日本杂志的常客 喜欢日本复古眼镜的朋友可以进去逛一下 马路对面就是克罗辛 再往前走一点 就到了日本另一家非常有名的选品店了 United Arrows 一楼有很多非常小众的设计师品牌 比如这件Productware的飞行夹客 还有OMOSPLAY的镂空毛衣 镂空真的是今年非常流行的设计元素之一 这次的23SS很多品牌都有出 下到店里的副一楼 这边还有更多的好东西 Bubble的春夏新款 Hike的工装库 颜值都很高 也遇到了最近非常火的Kaha和Money的联名 从店里出来 接着向右 也就是往北走 好玩狗就在前方 春夏款刚刚上了一些 这时候的冷帽材质都比较薄 新闻回暖的时候带也不会太热 店员说下个月会上更多的款式 我自己也十分期待 接着向北走 马路对面有面黄色的墙 挺适合拍照的 可以打卡留念一下 再沿着缓缓的斜坡往前 就来到了元素北边的最后两家店了 Soft和Human Man 喜欢潮白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 梦到这里 北部的景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原路返回到 刚刚Hermingbirds旁边的这条小路 元素通 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回走 你会在左手边 发现这家叫Pocket的 二手奢侈品配饰店 有很多爱马仕 Gucci的手环 价格合适 男人很多时候 其实也很需要这种小配饰 来吩咐自己的穿搭 再往前走 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古着店 其中值得逛的 当属这家Burber Gym 老板是业界非常有名的 Vintage的VS的收藏家 这家的富翼楼 便是他的藏品室 不过需要提前预约 才能够进入 这条街上 还有一家 我十分推荐的Skyman店 正好到了饭点 可以来这里休息一下 感受一下 日式蘸面的精髓 它们的叉烧 真的是一绝 你家蘸面怎么吃了吗 涮一下了 吃完了面 就可以接着上路了 回到一开始 New Balance附近的二叉路口 进入旁边的小巷子 我们就来到了 元素最著名的 李元素区域了 其实随着近几年 李元素峰的落寞 这一带关店的店铺很多 不过 慕名而来的游客 还是非常多的 李元素这块 大致由三条街构成 Cahar Spring Noah等 耳熟能详的品牌 都能在这里找到 Neighborhood 甚至还在招人 喜欢球鞋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忘记 来Belis和KickSnap打卡 Studius的三家店 每家店都有不一样的风格 这双Beluken的别注 好看是好看 贵也是真的贵 旁边还有小众设计师品牌 Lad Musician 喜欢这种暗黑风格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错过这家店 全日本最大的拉夫劳伦 也坐落在这附近 即便你不是一个阿美卡基粉丝 也值得进去看一看 因为这家店的东西 可谓是应有尽有 像个博物馆 又像一座美国大别墅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 浓浓的美式文化 从拉夫劳伦正门出来 迎面的就是表参道通了 向右走会路过Goros 门口的这个抽烟锁 可以看到不少的潮人 接着走到前面的十字路口 右手边就是著名的打卡地 Tokyo Plaza 对面呢 就是元素文化的发祥地 Afore 过了马路 就来到了元素南部区域了 这里主要有两条街 一条是靠着大马路的元素通 另一条是里面的猫猫街 元素通也算是机能一条街了 Goldwyn 北面 十足鸟 都相继在这条街上开了店 Goldwyn 0系列呢 之前也是在时尚圈掀起了一阵风 目前店里还是能找到 22AW的单品 不过都已经断码了 期待接下来23SS的新品 旁边就是连着的几家北面的店 基本上是涵盖了所有的类别 从户外到紫标 都是可以找到的 另外还有十足鸟和商鸟 不过店里不让拍照 大家注意了 往前走 可以看到一家非常大的Niko Ann 可以在这里免费充电和连WiFi 大家可以稍微进去休息一下 出来后继续前进 左边的巷子里 你可以找到Nanga 就是那个做睡袋起家的羽绒服品牌 不过冬天一过 他们家的单品就不怎么卖得动了 店里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冷冻室 可以在里面测试睡袋的保暖效果 Klux的店也在这条街上 正好今天我也穿了Wallabi 不得不说Gortex版本 真的比铺版看起来要好一些 我自己的这双也是经常在穿 再往前就是萨洛姆和迪桑特了 迪桑特23SS充分衣真的很帅 值得冲 到这里机能一条街就逛的差不多了 回到刚刚的猫猫街这里 可以发现艾亚美的旗舰店 电影的布置很有感觉 艾亚美是2010年创立的 日本手工眼镜品牌 风格上是比较偏细腻一点的 很适合日系穿搭 这两年也是非常的火 再往旁边走两步 就是Snow Peak的店 店面还是挺大的 经典的泰杯 裤外装备 服装也是比较的齐全 只不过这个牌子的热度 今年好像是下来了一点 沿着猫猫街继续走 这条路很适合慢慢的逛 一路上有不少的品牌 走到底就可以看到 另一家眼镜店了 白山眼镜 跟艾亚美比起来 白山多了一些复古的味道 在里面 继续沿着猫猫街往南走 如果不少品牌以后 就到了最后的色谷区域了 首先映入眼镰的是 疫情期间新造的商场 宫下东原 它是一家综合性的商业设施 逛累了的话呢 可以来这一家吃一顿 简单的海南鸡饭 补充一下体力 楼顶是一座花园 可以在藤原号工作室 设计的星巴克 点一杯咖啡 靠在草坪上 蜜一小碗 从楼顶下来 我们可以穿过 宫下公园 正门侧面的桥洞 沿着这条路线继续走 就可以来到四谷的神南 四谷区域的特点是 百货商场比较多 但是神南这一片 还是有不少适合慢慢逛的小店的 神南最有标志性的 应该就是这个斜坡了 明面的坡顶 就是FREAK STORE 一楼是雨桩 二楼是蓝桩 东西很齐全 还有Nordica的专区 如果是想入门日潮的朋友 那FREAK STORE这个牌子 绝对是非常好的选择 旁边就是另一家 十分有人气的品牌了 Rage Blue 可以说是日本大学生的最爱 东西质量一般 但是价格十分美丽 有时候能找到一些性价比 很高的单品 比如这件布雷泽夹克 市面上的牌子货 动不动就是2000出头 但这件只要400多 版型颜色 各方面都挺不错的 而且还是金扣 就当是买个样式 可以用来搭配一下学院风 接着沿着斜坡往上走 帽子品牌Cashira Spring都能够看到 还有一家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好店 Nano Universe 也是一家集成店 店里东西的风格比较偏成熟 适合30岁以上的男性 从店里出来继续往北走 路过这家卖二手奢侈品的Rage Tag 以及Stuicy以后 在Beams的对面 能看到这家 北阿勒带火的Pure Grand 他们本身是一个冲浪品牌 店里有不少与户外机能相关的服装 逛完这家店以后 到了前面这个公园 可以买杯蓝瓶咖啡 在这里休息一下 到这里整条路线就逛得差不多了 其实这一路上还有很多 没来得及介绍的好店 有的不让拍 有的来不及拍 所以还得是亲自来店里感受一下 才比较直观一点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有用 记得给我点赞或者收藏 如果反响好的话 之后还会继续更新 其他区域的购物攻略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